歡迎回來 新聞大白話警戒疫情特別報導 現在包含了疫情 包含了缺水 包含了現在是不是又要缺電 大家感覺對這個政府的信任感 真的是與日俱增 政府當然也有感覺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馬維拉不管用了侯維拉 侯維拉之後再來一個韓維拉 我們來看其實這個綠營 現在是沒有疫苗 停電停水 現在政治工房趕快做 做好做滿 聽說最近這1450通通都動起來 可能都在家上班 所以1450忙著在網路上面出沒 現在綠營的側翼就轟 說你看看這個韓國瑜怎麼可以這樣 你看沒有戴口罩 然後明明就已經全國三級警戒了 你在影片當中沒有戴口罩 你就是破口 你就是大家都忘記諾富特 你就去記得韓國瑜就好了 好像一副這樣操作 但是你也不看看後面有閱歷 我們來把閱歷 製作單位很貼心 怕大家被這個肩膀的衣服擋到 閱歷是11月份 11月份那時候三級警戒沒有 沒有 你們在這邊操作這個東西 拜託 真的是有人會相信嗎 真的會有 因為他們可能就會咖頭去尾 然後就講說你看看這個韓國瑜 在怎麼時間點了 還在那邊沒戴口罩 但是他們其實在這個PO這個影片的時候 也有在下方講 這影片拍攝時間是疫情尚未爆發的時候 現在這個溫馨提醒所有的好朋友 他們還有特別這樣講 非必要不要出門 如果出門務必戴好口罩 他們就知道說你們這些1450要來操作 都還已經PO上了 但是他們還是照樣大操作 特操作 最近網路上面的網軍 真的是非常的猖獗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work from home的關係 所以就在家一起來 然後就開始上網 開始製一些梗圖 在外面亂傳 但非常可悲的是 我們的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只會告訴大家 不利於民進黨政府的消息 不可以亂傳 不然我要罰你300萬 但是對於像這種好批評 這種假消息很明顯 二韓非產業鏈又動起來 那像剛剛的 包括新北市的這個防護衣被抹黑 然後包括說什麼 雙北市漏爆的一些內幕新聞 這些都已經被證實是假消息了 但是從來沒有聽到 我們的指揮中心說 如果你轉傳這些假消息的話 我要去罰你300萬 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能自立自強 我一直都在建議 國民黨黨中央就是說 要去把所有的這一陣子 以來的假消息全部整理好 公開據明提告或是告發 要求指揮中心嚴肅的面對 跟他們無關的假消息 也算是假消息 也應該要處理吧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距離力爭 我們沒有距離力爭的話 他就會裝作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自立自強 但是你看到這個猖獗到 連去年11月的影片的畫面 都要拿出來造謠說他沒有戴口罩 這讓我們其實看得非常害怕 就會覺得說以後是不是我任何的照片 都要拿時鐘跟日曆牌 這樣大家才知道說 現在是幾月幾下 不就好險他後面有一個日曆 今天如果沒有那樣子的 一個日曆的話 他們造謠是不是就更為可能 就會有更多人相信 這樣子的假消息 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在網路上面這種假訊息 跟惡意的攻擊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對 我們姑且不論 他們攻擊的人是誰 因為我們也沒有要特別挺誰 但是今天的重點就是說 你們就一直在轉移大家的焦點 包含了侯友宜 包含了韓國瑜 你們就是在轉移 大家好像不要來罵我們政府就對了 你們去看看其他人做錯了些什麼 而且不論真假就是亂罵 而且我要講的是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一直在網路上面造謠 我就直接講幾個人 第一個人叫做王定宇 他去造謠雙北市去漏報 所謂的一些資訊導致校正回歸 第二個林靜宜光是他一個人 就已經造謠三次了 我們都有說 王定宇在這邊 我們有這樣子放下 民眾黨就有 他們就有具名的講說 這是假消息 對 他就說是雙北蓋牌 但是陳時中明明都已經講說 不是了 我還要講民進黨的 新進黨員焦糖 今天在他的臉書上面說 BNT的疫苗因為瓶蓋 可能上面包裝破損的關係 引發感染 我怎麼查到沒有這個消息 我本人已經寫信到輝瑞的藥廠 告訴他們說 有人說你們的疫苗 已經造成其他人的感染 我覺得這都是很嚴重的假消息吧 跟疫情相關的吧 為什麼他們還可以繼續這樣下去 每天早上10點 陳忠燕到底在幹嘛 對啊 要不要一起罰 要不要一起抑制這些人吧 所以他站出來只是要壓制所有 要對政府質疑的聲音 王定宇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林靜宇是民進黨的 前部分區立法委員 焦糖是民進黨的新進黨員 這三個每一個事實 我都已經擺在眼前了 政府你什麼時候才要查 所以政府麻煩你檢討別人的時候 先看看自己做了些什麼 這王定宇 你說雙北蓋牌這個疫情 明明陳時中都說不是了 那這樣子請問你還做了梗圖 這個陳忠燕要不要講 要不要罰 要不要罰 他們不回答 所以現在到底敵人是誰 是不是蔡英文說 打認知作戰 我說你打認知作戰 你就是打認知作戰 我像王定宇講 我說你是中共的這個協作者 在地協作者 你就是 所有的認定都是由他們來認定 看到昨天 蔡英文還在自己的line的官方帳號 他說注意 這就是認知作戰的假消息 又做了一張梗圖 要大家注意 他們好像現在就是所有 就是要鋪天蓋地的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疫情 其實沒有你們想像中那麼嚴重 都是有人來政治作戰 都是有這個中共協作人企圖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台灣防疫出現破口 其實我們台灣防疫是好棒棒的 然後再來 陳重燕也是每天早上 一出來就是 先這個大內宣 或是大外宣一下 就先講說 我們現在收到這樣子的訊息 說什麼淡水河邊 什麼撿到什麼漂流的屍體 還有說什麼萬華在路邊燒屍體 其實我們都沒有收到這種訊息 我們都不知道這些訊息是哪裡 還是說他們梗圖工廠自己做出來 然後自己說 現在有人認知作戰我們了 是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都沒有收到 我們都不知道這些訊息哪裡 但是他們就大動作 還是他們告訴我們有這個訊息 就真的讓人家覺得很匪夷所思 現在已經 我們整體已經不是重點放在防疫 重點是放在 你是中共協作人 你是任知作戰 我說你是你就是 其實剛剛韓國瑜的這一個事情 我回頭去看了一下 他原本的影片 確實下方韓國瑜還在 臉書上面寫說 這個影片不是在現在拍的 他是在去年十一月拍的 所以你根本這一個文章就是 你知道那個側翼 根本就是拿張飛打月飛 你是拿我們當時疫情很穩定 那時候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要講話 去年十一月綠營不戴口罩的 一大堆我告訴你 一大卡車還去跟人家台上唱歌 對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你拿很疫情很穩定的張飛 去打現在目前疫情爆發的月飛 這很明顯就是什麼 這很明顯就是政治的操作 而且是完全是造謠 所以剛剛那個粉專 就是綠營的側翼 其實我也最近也常被他弄 就最近就是比如說 我今天可能講了一個什麼議題 然後他就會想辦法 從這議題裡面找出可以抹黑的點 而且是完全不對的點 然後重點是他們會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怎麼講 就是一個商業模式 就是說今天側翼 他會跟那個綠色媒體會一起配合 所以我當時我前幾天 就真的被弄到很生氣 我還要發聲明稿說 我要保留法律追溯權 說你們不要再弄我了 因為你知道這個翟軒 就是他們攻擊也有 他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他會突然有一個時間點 然後有一群人 然後帳號都是那種沒有頭的 然後就一群人進來一起講 同樣的話貼同樣的圖 就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去把擴散率提高 但是擴散的時間比不上 這個速率比不上我們澄清的速率 所以像今天王定宇在講這個雙北蓋牌 或者林靜宇在講這件事情 說真的昨天早上記者會的時候 九點半我還準時收看 因為現場有很多記者在詢問說 到底這個校正回歸 是不是因為雙北蓋牌 結果你知道當下那個就是副指揮官 他竟然還告訴他 他講他完全回話是這樣回話 他說我們疫情的防治跟努力 是要靠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你知道你為什麼不直接講 對這就是一個假消息 是 你就不講 那現在已經很明確了 現在今天陳時中出來講說 校正回歸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大家知道PCR檢驗量能不足 那PCR檢驗是誰的原因 PCR是中央負責的 第二個他說PCR檢驗完之後 從採檢到通報的程序太長 所以這個系統要簡化 請問這個系統是誰做的 也是中央 所以最後把這件事情 透過林靜宇 透過王定宇 跟一堆的綠營側翼的粉專 去把它變成是雙北蓋牌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不負責任的做法 那我也跟 因為剛剛巧欣講到那個PTT網軍 還有一些側翼網軍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最近PTT網軍 他的這個被刪帳號的這個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94%是什麼 是蔡英文這邊的這個帳號 這個是之前我們看到有一個統計 所以很明顯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所有 在我們看到這些網軍裡面 有大部分的比例 可能來自於這些民進黨 相關的車椅 那這樣子的情況到底我們要怎麼辦 那你今天如果說 今天你的記者會是要去講這些很 就是讓人家一看就知道 是假消息的澄清 那你還不如去把最近媒體 大家大肆報導的這些 比如打柯文哲打侯友宜的這些假消息 是不是也應該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 跟大家來說說明 所以現在等於是跟這個1450 是要生死戰了 因為其實網軍也是大肆操作說 你看我們就算矯正回歸 現在也是趨緩 現在這個確診數不斷在下降 代表說我們現在看起來 好像疫情越來越安心了 可能距離這個要解封三期不遠了 好像現在是側翼大打這個安心牌 可是我們看到說今天陳時中怎麼講 疫情真的要趨緩了嗎 國內疫情要趨緩了嗎 大家就問陳時中 陳時中他講說 校正回歸後仍在高遠期 所以他等於好像沒有跟1450套好說法 1450他們是在那邊大肆講說 現在可以安心了 現在已經這個疫情要趨緩了 我們要在兩週內示範給全世界看 解除三期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人敢再提這一句話 因為現在好像變成一個國際 連那個外媒時代雜誌 都已經把這句話翻譯出去 有些人說真的好丟了 可是看起來陳時中自己 是沒有辦法再繼續騙下去 他還是要告訴我們 疫情人在高峰期 如果陳時中他在他指揮官 記者會裡面講說 因為PCR的檢驗能量不足 導致於之前有很多沒有驗完的 現在驗完我一次把數字去補回去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 但當他發明一個新名詞 叫校正回歸 而且變成是每天在回歸 每天在使用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台灣跟全世界 比起來我們檢驗量的算是很低 很少 一天才幾百例而已 那我們就要每天都要回歸 現在塞車的件數還高達3.5萬件 他們否認說那是塞車 但是那就是還沒有公佈 還在代排除的部分3.5萬件 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夠回歸完畢 我們完全沒有人知道 然後昨天開始有很多的網軍說 你看這個整個趨勢都趨緩了 請問為什麼會趨緩 因為你每天回歸都加了很多 在以前的日期上面 但是今天這兩天的還沒有加回來 所以今天這幾天一定是最低的 你只要一直用 條工道都加在這個13號14號比較多 你只要一天不把塞車的東西做完 不斷不斷的往回校正回歸 就會形成一個狀況是一開始很高 現在很低的這個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最新公佈 校正回歸回歸到什麼時候 我們都一直以為說 所謂校正回歸大概就是 回溯到一兩天前對不對 今天是5月24號 回溯到最早的一天叫做5月16號 5月16號他們現在是說 這個數字是怎麼去安排 就是採檢日加2 也就是說這個12個人 他是在5月14號的時候 就是去採檢了 一直等到今天5月24號 你才告訴他說你去 確診了這樣有12個人 再來5月17號代表什麼 在5月15號的時候 他就去採檢了 5月24號等了這麼久 你才告訴他你確診了 有多少人 需要這樣隔10天嗎 有35人 隔了10天才知道自己確診 是 所以他在過程當中 根據我們CDC的指南 是三天如果沒有收到報告的話 可以視為陰性 他早就已經在社區裡面 可能吃吃喝喝回去上班工作了 他要匡列的人更多 可能都已經傳染出去了 昨天柯文哲在記者會上面 就有講到這件事情 就說為什麼台北市現在要逐漸去 把所謂快篩陽性 就先視為確診 是因為我等你PCR等10天 那個人早就已經在社區裡面 趴趴走 不知道傳成什麼樣子了 跟著大家一起去搶購東西了 是 所以你看到最近有好幾起 都是在隔離的過程當中 他只有陽性 他只知道他陽性 他還沒有確診 他就已經去世了 那如果能夠趕緊的去採取措施 是不是就可以讓這些往生者 他可以得到很多的就醫機會 對 我們這件事做了嗎 平白無故的等死 真的還等一下 好 謝謝 這邊 surrounded 散